現在糯米薑煮好了 我們要來被泡菜的配菜 我們現在切蘿蔔 蘿蔔一樣,要洗乾淨 皮刷乾淨 如果你們不想要流蘿蔔皮的話 那就隨便洗一洗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個蘿蔔皮也拿來吃的話 那蘿蔔皮就要洗得很乾淨喔 好 我們把它分段 冬天的蘿蔔都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肥美 切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的大小就可以了 然後就這樣子切皮 因為我想要留這個皮 做菜脯 所以我把它這樣子切 如果你要做菜脯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皮切稍微厚一點 切稍微厚一點的話 如果你等會做泡菜 它裡面的這個肉吃起來 比較不會有苦澀的味道 大概你需要的長度 就量你自己需要的長度 然後就把它切下來 然後這樣子去皮 好 人家說 冬天的蘿蔔 勝過於水梨 真的耶 如果這樣子生吃的話 這蘿蔔都是甜的 然後大概這樣子的量就夠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切 切絲 但是它這個絲又不能夠 太細喔 也是要有一點點寬度 這個就是要跟泡菜 一起和在一起的 如果你們很喜歡吃 白蘿蔔的話 你可以切多一點 其實這個就是看自己的喜好啦 做泡菜我為什麼沒有給比例 這也是有些人喜歡蝦醬 有些人不喜歡蝦醬的味道 有些人喜歡鹹一點 有些人喜歡甜一點 所以這個調味料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自己 隨著自己的喜好去增減 就是人生如醬汁嘛 酸甜苦辣自己調 但是主要材料 不要差距太多就好了 不然做起來就不像泡菜了 它還是要有它的基本 基本配備 才會構成是一個韓式泡菜 紅蘿蔔的話 我們就要去皮了 紅蘿蔔其實我覺得 在泡菜裡面好像 沒有什麼特殊的香氣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配色的角色 一樣也是切成絲 好 切完紅色的紅蘿蔔 我們現在來切韭菜 韭菜有些人會切那麼短 結果看自己喜歡 我喜歡長一點 所以就切這樣子一段的 韭菜放多一點會比較香喔 好 好 這個是等會要跟白菜 有大白菜 拌在一起的 然後呢 韭菜切完我們來切一點點蔥 這個蔥 可要可不要 看自己喔 好 好 我只要它一點點 的香氣就好了 不要太多 免得搶味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切 水梨 水梨還有蘋果 還有洋蔥 這三個要用調理機把它全部打在一起 變成泥的 然後再和在一起 然後之後我們調味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醃囉 洋蔥喜歡一顆半顆 隨自己的意囉 水梨跟蘋果 在這個醃泡菜裡面 還蠻重要的 其實有時候我也會加 一小塊的鳳梨 它會讓泡菜發酵的更快 如果你想早一點吃到的話 可以加一個鳳梨 因為它裡面有鳳梨酵素 然後它也會增加香氣 因為鳳梨的香味很濃郁 如果你的水果放得很多的話 等會你的糖漿就可以不用加的那麼多 做韓式泡菜 你一定要準備兩個東西 就是薑末跟蒜末 然後你如果備有薑末跟蒜末的時候 你要做任何的韓式泡菜 會非常輕鬆 因為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韓國的飲食文化是很簡單的 他們的飲食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過度的烹調 所以會比較健康 所以會比較健康 那因為這些都是要切成打成泥的 所以我們先把它改刀改小一點 讓調理機比較好攪拌 我們這旁邊剛好備了一個調理機 我們就直接把它裝進來就可以了 下午就把它直接裝進去 其實做韓式泡菜 其實做韓式泡菜 只是它備料有一點點麻煩 只是因為它所需要的東西真的很多 不然它怎麼可以變成一個國家的 代表一個國家性的食物 但它做起來其實一點都不會難 如果你常常做的話它就熟悉了 如果你常做的話其實都已經備在腦子裡面 要備什麼料大概都 都清楚 也不用看比例 一般人家如果有經驗在做韓式泡菜 它會一邊做一邊調整自己的味道 像有些人吃韓式泡菜 它喜歡顏色看起來很紅 然後比較漂亮 那有些人喜歡辣一點的 然後有的喜歡放細的辣椒粉 有些人喜歡放粗的 然後有些人喜歡各一半 如果你喜歡顏色很深 但是又不要那麼辣的 你可以去買辣椒粉的時候 特別跟那個老闆講一下 他會幫你注意 他會跟你講要買哪一個 買哪一個牌子的辣椒粉 比較不會那麼辣 水利的部分呢 一顆或者半顆 也是自己決定喔 因為水利有分甜與不甜 我看今天的如果很甜的話 我們就加半顆 嗯 超甜 好甜喔 所以我們半顆就好了 它放太多會太甜 有一次我做泡菜的時候 我放了兩個水梨都還沒有甜 那就是因為 本身水梨的那個 甜度不夠 可是你也不能打太多 因為怕它會太濕 太濕的話 等會那個 辣椒泥不夠的時候 沒有辦法泡菜會巴不上去 阿滴 好好看 阿滴 阿滴 走 阿滴 阿滴 阿滴